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大不碍于现状辞去了工厂上班的工作 认识了性感美丽又多金的敏社长 敏社长有着过人的智慧 看出了中大敢拼敢闯的精神 于是二人合作 在江南地区炒作土地 低买高卖 并且以强制的手段 来逼迫柴间户拿出地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人之间建立了不可描述的感情 另外一边在这三年里失踪了白永齐 凭借故人的胆识 在知名黑帮大哥 杨专雾那里获得了一席之地 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爱上了自己老大的女人 为了让事情不被冲穿 一场血腥的争斗即将开始 徐一元为首的集团 下面有金中大的黑帮和敏社长 以朴一元为首的集团 下面有杨专雾和白永齐等黑帮骨干 两边势不两立 白永齐是一个为了利益 负责手段的人 起初他串通自己的兄弟中大 以内奸的形式吞噬着自己老大的地盘 随后被发现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内奸 杀害了中大的养父江吉秀 他的目标是吞噬自己老大的地盘 名正言顺的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金中大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只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徐一元撑腰的情况下 他用残忍的手法清除了所有的敌人 并且以美色诱惑嫖一元抓住了把柄 最终中大和永齐携手处理了黑帮江湖中的敌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中大在养父江吉秀死亡的现场 发现了永齐的物品 他知道杀害养父的人是自己的苦难兄弟永齐 在电影院里 白永齐遗会了在外避烂的老大洋传物 给他准备钱的时候杀掉了他 并且通知自己的兄弟在厕所等着 枪响的时候出来把中大也干掉 但是早有防备了中大 命令自己的小弟 抢先一步解决了他们 当他举起枪准备杀掉永齐的时候 犹豫了给了他一条活路 但是他们都是政客的棋子 当徐一元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事情之后 派出手下将他们灭口 永齐死了 中大也跑了 他们一无所有 影片的最后 徐一元成功的开发了这里所有的土地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动态 谢谢 下期见